小大人朱古丽,朱古丽去旅行 我叫朱古丽,在我家这一带特别出名 上周六是我们学校的校庆日,我演一朵绣线菊 平时呢,我会扎两个朝天便 但那天我头上戴了很多的绒球 裙子下摆,还挂了一圈铃铛 不是吹牛,我那天的演出太成功了 但是想要专心的在一群熟悉的人面前唱歌跳舞 真是太难了 观众有面包店老板,玛丽,阿格雷伊,爸爸妈妈 还有我的弟弟,贾斯东 好像我已经跟你们介绍过了 我的小伙伴们说我太爱提贾斯东了 但如果他们有一个像贾斯东这样的弟弟 哎呀,恐怕会提得更多 在我跳菊花舞的时候 贾斯东一直像黄鼠狼一样的嚎个不停 我不知道他是忌妒我还是什么 妈妈告诉我,大家的目光都被我吸引了 但这没有用 因为我的耳朵里只有贾斯东的叫声 回到家 我让贾斯东坐在我的玩具箱上 对他说,孝庆日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日子 因为这天以后我们就放假了 可你已经把我的孝庆日毁了 那么现在,你总可以安静一会儿了吧 我们要去度假旅行了 你不能再毁了我的旅行,知道吗 他没有完全明白度假旅行这个词 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唉,可怜的孩子 为了给他解释 我穿上泳衣,戴上泳镜,脚铺 嘴巴鼓气,给他表演鲸鱼,水母,企鹅 好了好了,你还太小 你可能学不会 但你可以看我 够你学一阵子了 接着,他把我游泳圈的塞子给拔了 嗯,怎么回去 我抗议道 我这么辛苦地给你解释度假旅行 你就这么感谢我吗 谢谢蛋糕 我要吃蛋糕 谢谢蛋糕 他开始不停地重复 蛋糕蛋糕 他满脑子都是蛋糕 你想在游泳之前吃一肚子蛋糕吗 不行 他做出要大哭的样子 我赶紧跑去给他拿蛋糕 难以想象 宝宝用品占用了多大的空间 第二天爸爸把行李装车的时候 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 起初爸爸还轻松地吹着口哨 他在后备箱里装了 贾斯顿的折叠床 婴儿车 制作果泥的料理机 成堆的尿布湿 玩具箱 恐龙形状的小箱子 被子 小马桶 尿布胎 当妈妈把剩下的行李 再拿出来的时候 爸爸就吹不出口哨了 看到后备箱已经被塞满了 妈妈劝爸爸 最好把料理机和折叠床 放在最上面 我估计爸爸把料理机拿出来后 想把妈妈塞进去 过了一会儿 我正想问 我们是不是一当目的地 就去游泳呢 结果看到爸爸用力地 在保险网上踹了好几脚 他的脸都红了 出了好多汗 于是我决定 还是什么都别问了吧 幸亏我闭嘴了 因为贾斯东选择在这个时候 把食品篮挡翻了 面包 牛奶 番茄 柠檬 甜性 全都滚进了水沟里 贾斯东还像个小傻子一样 边笑边说 棒棒 爸爸看着他 也像个傻子一样 但什么也都没说 终于 爸爸笑着说 好了 所有东西都装好了 是的 所有东西都装好了 但似乎没有地方装我们了 我的脚下放了两个大箱子 腿上还压了一个大行李包 而贾斯东被塞在了 橡皮挺高压锅和捕鱼网之间 不知所措 爸爸刚一开车 我突然想起了阿尔贝 哦 阿尔贝 我猛地叫了起来 什么 爸爸气得咆哮起来 呸呸呸呸 哭啊 阿尔贝的贾斯东哭喊着 妈妈解释道 朱古丽忘了带他的小仓鼠 爸爸是唯一一个没有被行李卡住的人 于是他打开铁门 防盗门 重新开锁 开灯 到屋里去找阿尔贝 哦 可爱的阿尔贝 像只飞鼠一样在笼子里转圈 我们猜可能他也知道要出去玩了 终于 我们正式出发了 妈妈长叹了一口气 爸爸连叹了三口气 我一点点摇下车窗 以至于不太容易被察觉 等到一切都安顿好了 我赶紧抓住机会问 嗯 我们是一到海边 就去游泳吗 就在这个时候 爸爸突然急刹车 原来在我们前面经堵了十几辆车 他们像凝固在果酱里的草莓利一样 车里一片沉默 妈妈开始涂口红 爸爸不停地敲打方向盘 二被从笼子里探出头来 而我一直看着其他车里的人 他们看上去都很烦躁 贾斯东叫了起来 一开始 他像只大草原深树的小熊一样轻微地叫 但很快 小熊开始长大 长胖 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 最后 叫声越来越大 就像一头大胖熊 想要把我们全部都吃掉 我试着让贾斯东这只大熊安静下来 他却给了我好几巴掌 他用爪子抓着我的鼻子 像挤牙膏一样 哎呀哎呀 我疼得快哭了 助力 别叫了 爸爸嘟囊着 可是贾斯东把我弄得超级疼 你弟弟害怕汽车这样停着不动 妈妈给贾斯东找借口 啊 It's unfair 我受够了 小孩子就不用挨骂 我赌气地憋过头去 贾斯东越叫越大声 大到爸爸妈妈忍不住 要把车窗给摇了下来 其他车里的人不愿地看着我们 妈妈把他的电话簿递给贾斯东 想让他干净一会儿 他立刻就摇了起来 妈妈又把口红给了他 他全都涂在了牙上 妈妈要把口红拿回来 贾斯东突然开始跺脚 就像演唱会上的摇滚歌手那样 嗯 他应该是饿了 过了一会儿 妈妈才意识到 饿了 现在几点了 爸爸问 哎 已经两点半了 而通常贾斯东的午饭 应该是十二点 爸爸把车停到路边 当妈妈告诉他 贾斯东的午饭 装在后备箱最底层的红袋子里时 我感觉爸爸快疯了 为了显示我的聪明过人 我建议把我的午饭给贾斯东吃 妈妈看着我 爸爸看着妈妈 他们脸上浮现出一种欣慰的深情 我和贾斯东在长椅上坐下 他像个大孩子一样 吃光了一小罐胡萝卜牛肉罐头 我猜想贾斯东想让我原谅他 所以毫不犹豫地 把他的瑞士小奶酪和香蕉留给我吃了 哎 我真是饿死了 吃完饭 贾斯东在妈妈身边睡着了 爸爸决定将我倒立 嘿 这真是意外的收获 但最让人开心的 是当我们重新上路时 已经不堵车了 和贾斯东一起度假旅行 真是太幸福了呢 感谢观看